大家好,我叫陸凯,他是我的好朋友Celine 今天我们来接着的是,土耳其,伊斯坦布最出名的打巴架 陸凯,为什么打巴架这么出名呢? 伊斯坦布的打巴架,在阿拉伯语中,巴架就是实际的意思 伊斯坦布的打巴架也是,世界上最大,最高的巴架结义 这个打巴架将在于1461年,有近550年的历史 它采取全封闭设的设施,占地30万平方 车内大约有15条街道,4400多家店 正常情况下,每天接待的客人,大约在25万人吃亿上 大巴架从以前到现在都是这样的吗? 大巴架在16世纪,一开始是,为了给故义族们,国物使用的 我们就变成了平民也可以使用的一个市场 我们开放更多旅游之后,这里就变得越来越出名了 到大巴架里最值得购买的是什么呢? 土耳其的马赛克等,一位今年丰富的手工艺人 一个月将能制作很小的地匠等 还有土耳其的地毯,马克波罗曾经修过世界上最好最漂亮的手工地毯 也能在土耳其找到土耳其的地毯 历史有久,可以组组到公元前三千年左右的青铜石器 组组造在奥德曼德国繁荣的石器 土耳其地毯具元宵、欧洲和元东 有用土耳其地毯曾称为欧洲归族财富和身份的象征 素兵成性策共产至货衣被冠在奥德国威컵界上fre幻居 除了一直说 Herz毯 actively发动 碧宽货。 mengatboro means的财富和三千年以上 这就是 Certific组的 noticed 这是土耳其的陶瓷点 土耳其的陶瓷非常出名 咖啡杯恰杯做工 非常精明 炖铺碎 铺碎 炖铺碎 这是土耳其的特长点 里面有很多土耳其特色的饮料 比如苹果茶 茉莉花茶 水果干 甜品等等 今天我们逛的地方是伊斯坦布尔最著名的打巴架 我们已经管得很多 下次再约别的地方 再见